刚刚女生在问男生说 如果将来婚姻里头没有爱情 她还愿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吓了一跳 你要知道她嘴上说 她不喜欢这样的 但她心里开心死了 因为你接下来补充的是 你在婚姻中依然对她负有责任 你依然会对她好 对孩子好 你依然扛起全部家庭 我相信她爱你 但是她爱的是你提供的方便 她不是爱你本人 你还好意思 你站在这里说我什么都不会 你在十岁以前有资格说我不会 那么你有一点太浇惯了 你在十八岁的时候 你还不会说明什么 你甚至都没有打算 让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 在这个社会上生存 当你已经娶了一个媳妇的时候 你却说我要慢慢来 我慢慢学 我改 我什么都不会 你有什么资格做丈夫 你有什么资格做父亲呢 如果你老婆现在问你的事 以后我天天不在家 你能否学会自己做一日三餐 并且洗好碗 并且打扫好房间 能吗 能 能的话我给您 能的话 他会把他妈叫来的 对 他还会叫外卖 不叫妈 不叫外卖 能吗 能 你说的 我一般从来不会建议说 小两口吵架 女的回娘家去 但我觉得对待您这样的丈夫 您需要给他的就是一个空白期 让他在没有任何人援手的情况下 看看能否独立生存 如果自己都不能够独立生存 你就别指望他能够像你的男人 说完了 好 谢谢明娜老师 李先生请问您刚刚站在这儿 从你的太太在这边说 你平常如何如何 什么事都不做 一直到明娜老师刚刚这样说 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丢脸 有 你知道当你在这儿说了好几次 我不会 我在学了 我觉得 你没有觉得丢脸 我告诉你 婚姻也是一场竞赛 你老婆现在对于呢 跟你领了证这件事情极其后悔 对于呢 要不要办婚礼非常犹豫 还说什么 哎呀有一天如果婚姻里面没有爱情 你还要不要跟我过日子啊 干嘛过日子啊 亲爱的 都没爱了你为什么还不跑 我对她生完气就对你生气 她会继续这样 有一半是你责任 她说她不会 压着她学会啊 这关没有过 我不要到下一刻 我就不相信有人会笨到 连洗碗都不会 这有多难啊 换灯泡有多难 就不是懒的问题 你就欺负人 你好不好意思你 然后你还要跟她一年内生孩子 你疯了呀 你现在灯泡都要自己换了 以后孩子肯定你一个人戴啊 你怎么会傻成这个样子呢 你如果再学不会这些事情 没有竞争力 我劝她赶快跑 我看看还有没有下一个女人敢捡你 所以亲爱的 你不训练她 那你就承担吧 你不跑 那就活该你倒霉了 我讲完了 好 谢谢 谢谢 你今天站在这儿跟我们说你不 设计上没有谁 073 不许多长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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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